2024年8月19日至8月25日每周资讯简报 加拿大新闻 1.加拿大统计局最新报告显示 仅一年时间内领取就业保险意外福利的人数显著增长 随着人口激增和失业率上升 越来越多的加拿大人面临经济压力 依赖意外度过难关 2.一项最新研究表明 加拿大新移民父母领取儿童福利金CCB的比例高于其他永久居民夫妇 加拿大统计局的报告显示 新移民在登陆后的第二年更有可能领取CCB 每个孩子每年可获高达7787元 3.坎贝尔和皇家骑警警告 社交媒体上一名年轻人骑单车闯入快速公路的行为极为危险 警方受到卡车司机的投诉 强调此类行为不仅危及其行者自身 也威胁到其他司机的安全 4.在列治文新城市广场 一辆白色奔驰车因司机误将刹车当油门 意外冲进一家中餐馆 虽然现场情况惊险 但幸运的是无人受伤 5.加拿大西部彩票公司近日开出了500万家园的乐透6 49大奖 中奖者是一群同事 大奖的获得者将在日常生活中迎来巨变 6.安大略省政府正在采取措施保护儿童和社区安全 禁止在学校和儿童保育中心200米范围内设立受监督的毒品消费场所 并实施新的安全和社区参与政策 7.华裔学者和经济专栏作家Matthew Long在其新文章中指出 加拿大联邦公共服务的迅速扩张 正加重普通纳税人的负担 呼吁政府控制之出 8.加拿大统计局的最新报告显示 过去四年来访问加拿大的游客数量有所增加 但仍未恢复到新冠疫情前的水平 旅游业复苏仍面临挑战 9.52岁的华人女子耿女士 在巴利尔湖旅行时不幸意外去世 社区正在积极筹款 帮助她75岁的母亲和8岁的儿子渡过难关 10.多伦多警方正在搜捕一名33岁男子 此人涉嫌在一桃壁谷住宅内 杀害两名女性亲属 警方呼吁民众提供线索 协助凶杀组尽快破案 中国新闻 1.河南临州一男子实名举报当地公检法机关 引发广泛关注 官方通报称 已成立联合调查组 对此事进行深入调查 同时 安徽一女子因非法集资案 其名下在长沙的87套房产被同时拍卖 2.中国向其第一人 王天一因涉嫌买旗和卖旗被批准逮捕 据悉王天一曾连续11年积分第一 涉案金额超80万元 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3.河南汝州41名事业边人员被清退后 当地政府已洁清其薪资并提供非事业边岗位 与此同时 湖南里零711养猪场爆炸事故致7人死亡 涉案的10人已被判刑 4.四川乐山五通桥一枚矿事故导致8人遇难 搜救工作已结束 辽宁葫芦岛市在抢险中救出185名被困群众 但一名村志书不幸牺牲 5.8月20日 云南普尔市四毛区发生4.6级地震 西装板纳等地震感明显 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 6.两弹一星功勋获得者周光照逝世 享年95岁 目前23位两弹一星元勋 仅剩两位健在 此外张学良之子张驴林也于近日逝世 享年94岁 7.湖南一职业学校就业办主任 因安排实习期间收取中介等好处费被查处 据调查 该主任在十年间共敛财255万元 8.四川多地高温突破42.2摄氏度 成为全国最热地区 12市发布高温红色预警 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 当地政府呼吁居民节约用电 9.河南男子非法捕捉壁虎被刑拘 警方提醒保护动物法律严明 河南州口两名男子因非法捕捉44只壁虎被刑拘 警方提醒壁虎属于三有保护动物 捕捉一只其违法 捕捉20只以上可刑事立案 10.国产游戏黑神话 悟空首日全平台销量突破450万份 销售额超15亿元 该游戏还点燃了山西旅游热潮 部分景点订单量增长了236% 国际新闻 1.韩国经济道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 造成5人死亡 9人受伤 其中包括3名中国公民 据报道 遇难者均为日捷工 是发时证前往工作地点 2.德国发生一起持刀袭击事件 导致3人死亡 8人受伤 目前 刑凶者仍在逃 德国总理舒尔茨呼吁尽快抓获肇事者 并依法严惩 3.小肯尼迪宣布暂停竞选美国总统 转而支持特朗普 同时 美联储暗示降息在即 但具体时机将取决于即将公布的经济数据 4.乌克兰军队试图攻入俄罗斯另一州 企图在俄境内开辟新战线 此外 俄罗斯发生一起人质劫持事件 造成4名预管人员死亡 4名囚犯被击毙 5.日本46人在河川细水后出现上吐下泻症状 可能是水质问题引发的传染病 当地展开水质调查 民间团体同时要求日本政府立即停止和污染水排海 6.印度计划启动已拖延三年的全国人口普查 反对党要求将种姓纳入统计 此外 151名印度议员涉嫌针对妇女实施犯罪 其中执政党占54人 7.英国骚乱持续发酵 逮捕人数已超1100人 导致监狱爆满 被捕者将在居留室内等待空位 伦敦地标建筑萨莫塞特工发生火灾 范高名化幸免愚难 8.菲律宾海警船非法闯入仙宾礁 并使用无人机进行间谍侦兆 且故意冲撞中国海警船 外交部表示 责任完全在非方 中方已采取必要处置措施 9.索马里首都一餐厅遭遇恐怖袭击 遥控炸弹爆炸 导致至少11人死亡 极端组织青年党 已承认对此次袭击负责 10.哈马斯拒绝最新的加沙地带停火协议 称协议过分偏袒以色列 同时英国政府拒绝禁止向以色列供应武器 导致一名外交官辞职 以示抗议 接下来是今天的深度解读 加拿大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最新报告揭示 加拿大领取就业保险意外福利的人数 在过去一年间经历了惊人的增长 截至2024年6月 全国共有47.4万人依赖意爱福利维持生活 相较于2023年同期增加了44720人 增幅达10.4% 这一趋势与加拿大经济面临的多重挑战 密切相关 自疫情以来 加拿大的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 许多民众在努力寻找工作 保住现有职位的同时 还要应对生活成本的快速上涨 和房租抵押贷款的压力 许多企业因经营困难 无法维持正常运转 不得不采取裁员措施 导致各行业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就业危机 加拿大联邦就业保险意爱计划 在这种艰难时期 为失业人员提供了重要支持 意爱计划不仅为失业者 在寻找新工作或提升技能期间 提供临时收入支持 还为因怀孕、疾病、照顾新生儿 或病重家属等原因 而休假的人提供特别福利 然而 只有在过去一年内 缴纳了足够的保费 并符合相应条件的人 才能领取意爱福利 这使得一些失业者 仍面临生活困境 6月份的数据显示 全国意爱领取者人数 相较于5月份 再次增加了6000多人 连续第二个月出现增长 这一趋势打破了 2023年9月以来相对稳定的局面 标志着就业市场的进一步恶化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在过去一年中 安大略省受创最为严重 该省的意爱领取者人数 在12个月内增加了惊人的30,380人 占全国增幅的68% 与此相比 卑诗省在同一时期内 仅增加了3680名领取者 显示出地区间经济状况的显著差异 不仅仅是安大略省 魁北克省也出现了意爱领取者人数的显著增长 仅6月就增加了2720人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阿尔伯塔省和爱德华王子岛的意爱受益人数 在月度统计中有所减少 显示出不同省份经济恢复速度的不均衡 在行业层面 加拿大统计局指出 自然科学、应用科学及相关领域的意爱领取者人数 在过去一年中增幅最大 达到26.3% 增加了7000人 同时 制造业和公用事业领域的意爱领取者也显著增加 其中 安大略省的加工 制造和印刷领域的机械操作员 装配工和检查员人数 增幅达到37.7% 增加了6000人 这表明 这些行业受到经济不确定性的严重影响 导致就业机会减少 工人们不得不依赖意爱福利 然而 也有少数行业的意爱领取者人数有所减少 例如 从事自然资源、农业及相关生产职业的人群中 领取者数量减少了7.2% 即2300人 这些变化反映了不同职业领域 对经济波动的敏感性和应对能力的差异 加拿大各地的大规模裁员潮 进一步加剧了这一局面 2024年以来 已有32家公司明确表示已经获计划裁员 裁员人数累计超过万人 其中不乏知名大企业 如BCE Inc.宣布裁员4800人 谷歌裁员上千人 加拿大额在全球范围内裁员17% 媒体小铺 Enbridge Inc. Rona Inc. 等也都实施了不同规模的裁员 这一系列裁员不仅打击了加拿大的就业市场 也让依赖EI福利的人数持续增加 安大略省尤为受到冲击 该省的经济结构和产业布局 使其在经济下滑时更易受到影响 导致大量工人失去工作 并加入EI领取者的行列 加拿大经济面临的这些挑战 反映了全球经济复苏过程中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企业裁员潮的涌现 以及EI领取者人数的不断攀升 表明了政府和社会在应对经济波动时 需要采取更加灵活和有效的政策措施 未来如何平衡经济增长与社会保障 将成为加拿大政府和社会各界 需要共同面对的关键问题 祝各位观众有个愉快的一周 下周见